在這件藍雀高竹的這件作品當中 下方我利用大面積的藍色調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描寫 可能是一波一波類似像山形的紋路 或者說從最底端往上串生的這樣的一個樹枝 上面站著一隻藍雀 而這一隻藍雀可能現在我們到武林農場 或者說到溪頭 其實現在在台北近郊也很常就可以看得到 甚至前幾天有我的朋友就在他們家的窗口的電線杆上面 也可以看到藍雀在那裡築草 難怪當藍雀跟帝制在競選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鳥的時候 最後是藍雀動蒜 他現在是當選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鳥 當時就想說那個肚子白色的毛的 看起來好像比起那些全身都是藍色的 看起來比較有變化一點 所以我就選擇畫了這樣的一隻藍雀 當我要落標題的時候 我本來要落台灣藍雀 不過後來我還是去請教一下Google大神 Google大神還是厲害的 查了以後才發現說不是它不是台灣藍雀 它是藍雀但是是大陸藍雀 因為台灣藍雀 以前比較沒有那麼多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抓到 就有人從中國大陸 偷偷的進口的大陸藍雀 也在那個鳥店裡面也可以買得到 但是因為大陸藍雀比較凶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在台灣的山林裡面 可以看到有台灣藍雀 有大陸藍雀 當你從遠遠的看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難分辨的出來 倒是像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因為我採取的是一個仰角的一個方式 所以可以看到比較多了 這個藍雀的腹部的白色的羽毛 那大概這個也是台灣藍雀跟中國藍雀 我們在遠看的時候 比較容易去辨識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特徵 所以也讓我們開始去警覺到 就是說可能來自於非本土的一些外來的 一些其他種類的 這樣的一個鳥類的一個入侵 最後可能也會影響到 台灣的整個一個生態 目前的台灣藍雀之外 另外一個更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是我們現在 不管是在從北到南的 這些潮間帶地區的泥灘帶當中 最常見的一種叫做埃及盛環的 看起來遠遠看以為就是白露獅 可是他的嘴巴是稍微扁一點 然後向下彎 像一個鐮刀的這樣的一個造型 聽說他最初只是因為颱風的時候 然後從六福村不小心就飛出來的 五、六隻而已 結果我們現在常常到一些 河海交界的這些潮間帶去賞鳥的時候 也會看那裡有一群白露獅的 不是 那是埃及盛環 因為他很兇 所以他會把其他的白露獅呢 或者說我們比較電視常報導的 黑面露獅就是黑面露獅還更兇 當時我問這些賞鳥專家們 我說這現在台灣從原來的 從六福村裡面飛出來的這五、六隻 我看現在應該幾百隻幾千隻了吧 他們說什麼幾百隻幾千隻 幾萬隻了啦 從五、六隻有辦法變成幾萬隻 而且他從原來的 他本來就是候鳥而已 他現在覺得台灣是一個寶島 這是一個美好的環境 所以他們乾脆就定居下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變成叫做流鳥了 他不再是候鳥 所以我說可能是因為人為的一些 有一些是刻意的 是有一些的可能就是不經意的 然後也去產生了 對於台灣本土環境的一些破壞 那這個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去關注這樣的一個現象